來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在開車時 你的側窗玻璃以及前檔玻璃 突然之間起這樣的霧了的話 你知道該如何快速的去除霧嗎 我想80%的清楚朋友 遇到這種情況 它整個人都是懵的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看到我們空調面板這麼多的按鍵 它整個人都是懵的 根本不清楚去按哪一個 如果說你也不清楚的話 那麼今天司令就用這台車 手把手的教會你 在我們儲物的過程當中 究竟要不要開這個AC 以及究竟是用內循環呢 還是用外循環 接下來我就一次性給大家講明白 都建議點贊收藏 對你日後開車上路肯定有幫助 首先就帶大家認識一下 空調面板上面的這些符號 這些字母表示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這也就是很多的新手朋友 對這些按鍵這些符號 根本不懂得 一旦遇到前檔玻璃跟操縱玻璃取物的話 它才不知道手忙腳亂的 不知道去按哪一個按鍵 首先這個也就是風量開關 有的是自動的 有的是手動的 直結這樣 1234就是四檔 這個AC打開也就是表示 這個壓縮機也就工作了 這個扇形的也就是前檔玻璃除按鍵 這個方形的也就是後檔玻璃除按鍵 這個也就是冷熱風的一個開關 有的它的外觀雖然不一樣 但是它們這些符號 表示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這個也就是內外循環的一個符號 看到沒有這裡有一個箭頭的 燈不亮表示外循環 按一下燈亮了也就表示內循環 這個的話就是不同角度出風的一個方向 接下來也就是當我們前檔玻璃跟側掌玻璃 突然之間起霧了之後 該如何快速的去除 方法也非常的簡單 首先我們就得打開空調 打開前檔玻璃除按鍵 這是重重之重 再打開外循環 然後把風量開關把它調到最大 也就是調到四檔 那麼這個時候的話調到四檔之後 我們前檔玻璃跟側掌玻璃的霧器 很快就會消散 但是我們都有這種秋冬季節 我們要想保持你的前檔玻璃跟側掌玻璃 長時間不起霧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在儲物的過程當中 不可能一直開著這個四檔對不對 你一直開著這個檔位 這個位置吹出來的風特別的大 尤其是我們車內坐有乘客的時候 那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對不對 那麼這個時候要想保持你的前檔玻璃 側掌玻璃長時間不起霧 那麼就得用到要不要開這個AC了 很多的朋友對開這個AC按鍵 理解都有一個錯誤 尤其是對有夏天來說 他打開這個AC 這個位置吹出來的是冷風 那麼對有秋冬季節 本身前檔玻璃跟側掌玻璃都容易起霧 還要打開AC 難道這個吹出來的是冷風 難道你車裡面的人不冷嗎 如果說你是這樣想的 那你就大錯大錯錯了 你打開這個AC 這個位置吹出來的風 它不一定是冷風 打開AC之後 這個位置吹出來的風 是冷風還是熱風 要取決於這個冷熱風的這個開關 當你開的是熱風的狀態 就算你打開AC 這個位置吹出來的風 同樣也是熱風 那麼你打開這個AC究竟有什麼用呢 也就是說對於這種秋冬季節 在儲物的過程當中 當你打開AC又是熱風的狀態 那麼這個位置吹出來的風 它就可以降低咱們車內的一個濕度 當你降低車內空氣中的一個濕度之後 那麼你的前檔玻璃跟側窗玻璃 就會保持長時間不取霧 這就是我們空調儲物的兩種方法 第一種也就是快速儲物 你只去把這個風量開關把它調到最大 打開這個前檔玻璃儲物按鍵也就OK了 要想保持長時間不取霧 你就要打開這個AC 只要大家掌握這兩種方法的話 我相信啊 不管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下 到了這個秋冬季節 你都能讓你的前檔玻璃跟超常玻璃 都不會體悟怎麼樣 你學會了嗎